该日本政客对日美苦笑回忆窘境时说,如此执着地追击,让人感受到中国的认真程度。 24日,一位日本政客乘船前往钓鱼岛附近钓鱼,遇到中国海警船后被追击一个小时。 事后,此人对日美苦笑回忆窘境时说,如此执着地追击,让人感受到中国的认真程度。 据日本八重山日报报道,此人名叫众监军,是日本冲绳县石垣市的一名自民党议员,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党派。 23日凌晨4时25分,众监军以尖阁岛守护会的名义,乘坐该会高舟玩号船只离开石垣登野城渔港,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,自称去捕鱼。 众监军原定当晚20一时回港,但收到同航的日本海保船通知称,回程陆上有中国公务船。 因此,众监他们在船上过了一夜,第二天早上7时许才出发返航。 然而,24日上午9时20分左右,众监军在返航时,还是遇到了中国海警船。 众监军称,遇到中方船之时,当时正处在钓鱼岛和石垣岛终点海域。 这就好像掌握了高舟玩的出海信息后,找准时机进行埋伏一般。 据报道,当时与高舟玩同航的,还有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。 遇到中国海警船后,巡逻船上的人员赶忙拿起大喇叭,对中间均喊道,改变航向。 报道称,双方相遇后,中方海警船迅速从前后对高舟玩进行夹击。 其中海警1501号一度抵径到高舟玩30-50米处。 中间拍摄的现场,左侧是高舟玩。 中间是日本海报180吨级的小型巡逻船大神。 右侧是5000吨级的海警1501,据报道。 此次共有四艘中国海警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。 分别是海警1501,海警2305,海警2308和海警33115。 从高舟玩上能直接观察到三艘,除海警1501外,令两艘在稍远处伴随。 据中间军所述,尽管他驾驶的高舟玩一直高速行驶。 但他其实一度打算把船停下来,看看中方船只会做出什么举动。 然而,日本海报巡逻船上的人却一直在用大喇叭中间军喊不要放慢速度。 不要挑衅中国公务船。 等话。 他苦笑着对八重山日报说,海报的指示不得不服从,于是只得作罢。 报道称,此次追击一直持续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。 虽然追击期间中国海警船并没有做出要冲撞高舟玩的姿态。 但中间军表示,如此执着的追击,让人感受到了中国的认真程度。 在中国钓鱼岛问题上,中方立场是明确的,一贯的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表示,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。 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。 日方所作所为丝毫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。 中方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一。 截至发稿时,尚未看到中国官方通报此次行动。 据观察者网报道,截至5月29日,中国海警已连续48天在钓鱼岛皮连区巡航。 创下了自日本政府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后的新纪录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